农历新年贴春联迎新春 这些乡农会 且和文化局举办了大师辉豪正春联的活动 瑞瑞社区发展协会 还有李伟夫婚媳 瑞瑞服务处也共襄盛举 在场开办了新春市集 乡亲们索取相当踊跃 也购买兰花等年节的应景花卉 社区发展协会也把今日的所得要全数捐给乡内的弱势族群 让他们可以过好年 县文化局金流贺喜财福道 两位书法大师联妹来到瑞瑞湘农会现场 辉豪写春联 相信民众一旁欣赏大师辉豪 更迫不及待索取新年春联 互动热络 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家家户户出旧不新 贴春联迎新春 瑞瑞湘农会特别结合了文化局 共同办理这场大师辉豪整春联 让大家提前感受农历年节的气氛 我们马上就要迎接新的一年 在牛年到来前夕 我们特地邀请花莲县书法学会的理事长 游公益游理事长 还有我们花莲的书法大师 詹秀吉詹老师 来到我们这些乡农会 挥豪赠送春联给我们的这个乡亲好朋友们 那这次也非常感谢我们花莲县文化局的一个资助 那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已经连续办了三年 那每次都受到我们乡亲非常的喜爱 那今天大概书写了将近400服的这个春联 也都赠送一空 此外瑞瑟社区发展协会 结立委不困其瑞瑟服务处也共襄盛举 串联开办新春市集 让乡亲民众争相索取春联之外 也不忘来涉及逛逛购买兰花等各式各样的年节应景花卉 而社区发展协会也将今天的所得全数捐赠 发送给乡内弱势族群 让他们也能好过年 所以原本我们的目标只设定在 如果我们有收入1万块就很开心 应该我们就可以抓到一些长者 结果我们今天的收入有超过2万5左右 所以文培想要说今天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那也看到我们社区大家的热情跟爱心 那在这里其实也要特别还要感谢我们的乡长 他很支持我 还有代表会主席 还有加上我们这一项农会的支持 又给我们这个场地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活动里面 就可以很圆满 那也感谢我们立委副分期那边 我们的主任他可以愿意提供他的花 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共享盛局来卖 然后让我们今天这个活动非常的圆满成 大师辉豪整春联 社区新春市籍捐赠爱心 日子乡农会这一场共同分享资源 串联地方力量 在农历年节前夕 以多元方式与管道 照顾关怀社会弱势 也获得乡亲民众的好评与肯定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导 在农历年节目标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导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导